中共不放棄對臺用武 頻繁在我周邊海空域進行軍事指導 嚴重違反國際關係和平準則 其霸道侵犯企圖威迫臺灣接受其錯誤的政治主張 妄想以戰逼臺是製造兩岸緊張的罪魁禍首 台灣陸委會表示 政府會充分掌握中共軍隊的動態 與理念相近的國家密切溝通合作 遏止中共的惡意挑釁 另外 中共媒體炒作聲稱臺灣民眾害怕戰爭 而囤積求生物資 陸委會強調某些操作不實的消息 企圖擾亂臺灣民心以及社會的穩定 提醒臺灣民眾要警覺假消息的危害 感謝這 stones 請 ler觀光滅平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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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平儿 replace 埋葬東西 我們請資格 各位